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如果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 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妇女节 就是职务法庭有公布了一个陈宏斌法官 高等习政法院的法官陈宏斌 因为他因为有性骚扰他的法官助理 那所以职务法庭本来第一次职务法庭 就是让他免职 不能再担任法官这个工作 结果他再审 他就申请再审 然后结果第二次职务法庭 受理了之后的判决 就改判为罚款一年 罚奉一年 那这一个第二次的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就引起了全国的哗然 那主要最主要是 我再说一下当初这个案件的情节 让大家有一点印象 就是这个法官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 就是一直对他的这个助理示好 那甚至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 就是尤其是这个案件的状况 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一个 重属的关系 就是助理是相帮助这个法官 整理他的卷宗等等 那但是助理能不能续聘 其实这个法官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最主要的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不仅这个法官 在这个工作期间 不断的对这个助理示好意外 那甚至在他们有一年的 要决定要不要续聘之前 一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 对然后这个法官 陈法官就有邀请这个助理 去那个河滨 就是去散步 在晚上的时候 那散步他们后来回到车上之后 法官还有就是 快速的揪了一下 揪了一下 清了一下这个助理 然后那助理就吓一跳说 这个事情是只有我男朋友才可以做 那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第二次的这个职务法庭 还认为说 只要罰凤一年就好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不构成性骚扰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只是所谓的婚外情的一种未遂 婚外情 对就是法官他们 这个法官他也已经结婚了 所以就没有认定到说是 是性骚扰 那后来 由于这样的判决的内容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当初 以请这个职务法庭 要处理这个法官的监察院 又再度的依照法官法 请求这个职务法庭 要再重新审理一次 第二次这样罰患的这个判决 那职务法庭受理 那在今天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撤销原本这个罰凤的 这个判决废弃 把再审的撤销了 然后所以这个 这个叫再再审吗 再再审 其实没有所谓再再审 那他就是 记者是这样写 但在法条上他还是再审 那所以这个法官 最后这个案件的状况 又回到了第一次 也就是他有性骚扰这个法官助理 所以他被免除了法官职务 这样子的这个 最后的判决的结果 那就今天收到了这样子的 我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再提出来 因为当初这个新闻 有受到很大的关注 去年妇女节的再审宣判 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裴席有一位女法官 谢静慧 她是现在的司法院少年 家事厅的厅长 她愤而请辞 这个愤而请辞 不是辞掉法官的职务 不是她辞掉职务法官 职务法庭法官的这个职务 因为职务法庭的法官 因为他们是在审理 法官的伦理风际的案件 所以他们必须挑选 年资很比较深 而且都是经历相当没有问题的 才能担任职务法庭的法官 是从法官当中再去领选 所谓的职务法庭的法官 是针对法官是不是 对 就是说所有这个法官 如果他有违反法官法 或是说相关的 包括他的重大风际的案件的话 最后一关就会走到职务法庭 那所以为了要确保 这个职务法庭的审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话 职务法庭的法官 还是经过特别的临选的 那所以谢静慧法官 因为这一个事件 当时是奋而请辞 这个职务法庭法官的这个职位 所以他他其实当然还是法官 但是他就是请辞职务法庭法官 那样子的位置 可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其中还有寿命法官 陈志祥 对 他不停的上广播 上电视节目 为他自己的这个判决 也就是婚外情未遂 这样一个明目的判决来辩护 还说我被称为恐龙法官 那全中华民国几乎都是恐龙法官 他这样说不正式在修辱法官这个职务 那他这样说他难道没有受到别的惩署吗 这个陈志祥 后来因为对陈志祥法官 因为他后来就是不断的上这个政论节目 去说这件事 其实整个包括像法官内的最大的群体 就是法官协会 他们也正式发声明 就是请陈法官不要再 不要再发言了 因为我们有所谓法官不语这个原则 法官不语就是你所有的意见 请在你的判决书清楚的表述 在判决书外 其实你 就不说话 是不说话 因为你最要说服的 那就是用你的判决书来说服大众 那你如果讲判决书以外的话 你就逾越了这个法官不语 这样子的要求 那所以就我们所知 陈志祥法官后来也有被送法官评件 还在调查中 还在调查中 那为什么要调查那么久 就很难判断吗 这个程序很难判断他讲的话 不他很难判断是他讲的话是没讲话 因为他讲的话很清楚 这是证据的 既然讲这些话 他就违反了 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原则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评件委员会 这个案件还没结束 但是就我们了解 因为当时是 反正就是收集了他很多相关的资料 可能也要再研究他说话的内容 我不清楚 但就我所了解是 的确还没有做出 评件委员会那边还没有做出决定出来 但的确他的案件之后 有进了法官的评件 那我另外说一件事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最重要的 就是后来许忠立院长 他就带头出来说 我们整个法官的性贫的意识 要去加强 就做这样的训练 可是 他们要干嘛 要上课吗 要上课 会请什么人来给他们上课 他原本是请学者 但是我不知道后来 因为后来其实就有一些民间的团体 希望说NGO的专家也可以进入 因为学者跟是不是 就大家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学术的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物上的 他们直接在法庭上的案例过程当中 有遇到 那我顺便讲另外 所以等一下 许忠立的看法是说 这些法官或者是全国的法官 都要参加课程 就是 是所有的男性法官 女性法官 有没有到所有 我不知道 那显然不可能 因为台湾现在有两千多位 他如何判断哪些法官需要接受课程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全国有两千多位法官 我相信还没有全国都上到课 因为一次一次 第一次就算要办全部的人 因为他让谁上课 不让谁上课 这个选择是一个很麻烦的 而且重要是不是上课就有性贫 这个我先不管 因为我让你上课就表示 一个我认为你有需要 第二个我认为你有教化的可能 那我如果不让你上课呢 也有两可能 一个就是说你不必教化了 你已经很很好 第二个就是说你没有教化的可能 我们当然会希望全部的 全部的法官都可以是有 受到相当的课程的这些 进修的机会 强制的会不会太夸张 但我是觉得最好是强制上课 让法官去上课 这些事情很严重 在我看 并不是一句话 法官是法律专业 他不是各科的专业 所以你有这个需要 我觉得像我本身念法律 但我还是需要 我如果是一个法官 对 你叫我去上这个姓平课 我会觉得你是在羞辱我 为什么 我姓平意思很清楚的 我的意思 一个法官可以这样 那我可以立刻讲一个案例 因为我昨天去演讲的时候 我才刚讲这个案例 就是我们有一个移工 外籍移工 他是家庭看护工 那他在台湾其实已经换了五个雇主 前四任对他都性骚扰 第五任是对他强制性教 而且他是强制性教 还强制口教 那他这个案件后来 因为他就是报警 那结果这个检察官 在侦查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问了 检察官不能说不认真 他很清楚的去现场 还拍照 然后也验DNA等等 但后来这个检察官 他做了不起诉处分 那他在不起诉处分中 他说他的判断是这个外籍移工跟雇主 雇主是男性 移工是女性 他说他们应该是愿意的合议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说如果你 你现在是 因为他案发在一楼 二楼是阿嬷 他照顾的阿嬷住的地方 阿嬷可以自由的上下一二楼 他说案发的现场 是一个开放式的 也没有门 那如果说你是违反你的意愿的话 当他强迫你口交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用力咬他的阴巾 然后大声呼救呢 那显然你就是 那应该是你不是违反你的意愿的 你是同意的 那其实 那像这样子的法官 他不仅没有性平意识 他要知道就是在受害的过程中 有时候你反抗 你反而会被杀被打 都是有可能 你会害怕到不能呼救 再来就是外籍移工 其实他在 他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因为他如果逃离的话 他变成逃跑外劳 然后被追捕 最重要的是 他立刻就欠下一大笔的中介费 他是负担巨款的 这个债务来台湾的 那就是说 我们就会像这位检察官的 不起诉诉论 他就写的 他说 而且你可以自由去外面买东西 你怎么没有跟商店的店员求救 你怎么没有去跟 带阿嬷去医院的时候 其他看护工求救呢 那显然你都没有做到 会有这些 看起来很 很体贴的顾虑 就表示这个检察官 对于台湾的两性现实 两性的处境现实 是不了解的 对 他我觉得性侵害案件 是非常特殊的 他举证 因为他是密室犯 所以举证非常的困难 那但是你在举证困难以外 你还要求这个被害人 他有一个理想的被害人的样貌 你要呼救 你要反抗 你要怎么样 你要报警 你要怎么样 但是他如果说没有去理解这个外籍移工 或是说女性受害者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背景的话 你就会看到他做出这样的处分 那我们这个案件 因为后来我们也有请求评鉴这位检察官 但是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最后的决议是说 检察官这样认定没有错啊 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违反意愿的话 你怎么会 这个对方怎么会这么信任你 把他的印经放在你口中 不怕被你的历史所伤 就还加了一笔 就是还去认同这样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 那其实我会认为说 你说性贫义事 我相信不会仅有陈宏斌法官这个单一的个案 你如果真的去看台湾 其实有很多的 包括司法人员过 他的书类的呈现 你就会担忧说 其实大家欠缺性贫义事 或是说这个这些事情 但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刚刚有疑问 并不是说认为这些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都已经具备了非常丰富的性贫义事 而是让他去参与一个职务上 所谓必须的课程 那就必须要知道 他一定有这个需要 不然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类似惩罚 那如果不是基于惩罚 跟基于惩罚 又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这是一个法 那我会觉得 你这些法官跟检察官 你要让他就 这跟酒驾去上交通课 各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会觉得说 至少如果你是会办到相关 因为他会有专股 就是性侵专股的案件的话 你一定的最基本是你有上过课 所以就是说 专业的基本要求 办到这样的案子之前 每个人毫无这个例外 那如果说这是打散的 每个法官都会碰到的话 那我认为每一个法官 其实都要有这样子的 性别医事的课程 要去上课 好的 我们接下来 酒驾以杀人论罪 对 来修法 我们这就是治乱 是要用重点的另外一个体现 那么但是好像争议上很 就是说 不管在法界内部 我们都有很多争议 法务部好像对于酒精的素质 也有意见 最近就是 当然酒驾的 因为过年二月初发生了一个 就是在台中有一位酒驾的 而且他是累贩 然后撞伤了 因为酒驾过时致死了 两位很无辜的受害人 那他们都非常的年轻 二十三二十五岁 那当然这个事件又引起了 大家非常非常的愤怒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重罚这件事情的确可以讨论 但是重罚它会有边际效应 当你重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你的那个效果会递减 所以你那个线要停在哪边 就是说你没有开始递减 你要重罚到哪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其实会是需要一个研究 那法务部现在就是 它为了朝向这个重罚的方向 然后它有一些方式 那可能的一个就是 昨天新闻是有说 它可能会把它采在 就是如果你呼气的这个酒精值是0.75的话 那可能就会是到杀人罪 那但是法务部后来又有否认说 他们已经做这样子的修法的定论 好那我要再回来多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现刑法我们的公共危险罪 也就是酒驾这件事 你只要喝酒开车 无论先无论你有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它就是公共危险罪 那你它的标准就是 吐气的时候含酒精量0.25 或者是你血液中 因为有些人没办法吐气 它就是抽血 那0.05以上 那就会是两年以下的刑期 法官可以判你两年以下 那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酒驾的处罚 是经过第三次修法 早在1999年 就从第一次修法 那时候的酒驾是不是刑责 只是刑政法发钱了事 那1999年那时候 民国88年的时候 就把它纳入了刑法 就刑责 那时候刑责是一年以下 而且没有一个所谓的数值出来 它就是让你如果喝到一个Van 它可能让你看走直线 所以那时候以前就说 有没有办法走直线干嘛 好那后来当然我们 这样是不足的之后 第二次再修是2011年 把这个刑责就提高到两年以下 但是那时候还是没有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所以又会有一些争议 一直到2013年刚才我讲的这个现刑法 它就很清楚了 你只要是写在法条里 有0.25就怎么样 就两年以下 好那如果大家觉得 现在这样是不够的 那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你喝酒开车以外 你只要自人于死 就是三年到十年 这是现刑法 那自人于受伤的话 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就一年到七年 好但是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处罚 大家觉得不够 好大家觉得不够的话 是不是在现在的 行度下去把它加重 这是一种选择 就是说在公共危险的范畴下去 把它加重 例如说你十年还不够 你三年还不够 你最低刑度就把它拉到五年到几年 这个当然就是立法者 就是在原本的公共危险罪里面 对 你仍然属于这个罪 对那他的状况就是 我去喝酒 喝酒是一件事 但是我自人于死 我是过失 我在喝酒的时候 我没有想说 我要故意去撞死你 他的这个刑法的 他会落在这个公共危险罪 可是如果说好 我们今天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认为这样 他是一个杀人行为 想要把他纳入杀人 那一个罪障的话 那其实他整个 在刑法的体系的架构会不同 是你要怎么去论述说 你在喝酒的那个时候 你有要杀人的故意 所以 这个其实会是 为什么大家说 所以认为你只要酒测值 每公升0.75MB 你就有杀人故意 那如果说你喝了酒 但你超过0.75MB 可是你没有撞死人 也没有撞伤人 你就刚好 非常矫先的过这一关的话 你也是杀人喂水 就是大家要去 就是我是觉得说 加重 你的看法如何 你对于这样 我会认为那样子是危险的 那样子的话 我们能不能承受 我们整个刑法的体系被破坏 那如果说你回到公共危险罪 去加重法定刑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选择 我觉得加重这件事 当然在现在 大家情绪很愤怒的情况下 我觉得立法委员更要冷静 去思索说立一个法 它是可用的 你那到杀人罪当中 我觉得 真的有受过法学训练的法官 检察官们不一定能够 他不一定判得下去 对 给个说法单元 民进四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陈宇凡律师在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 酒驾以杀人论罪修法 法务部先驳斥了 0.759册值作为门槛的说法 那么整个的立法的 或者修法的导向会如何呢 是那就如同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当然大家现在关注点 是在要加重出法 那怎么加重当然就各种讨论 那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们焦点绝对不能只有放在加重处罚 那当然包括其他的 反而是其他的预防的措施 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步的进行 因为你加重一定 它的效果有那个限制 有限制在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有那个边际效应在 例如有什么可以预防的 例如它如果是有酒饮的 我们提早去戒指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这一点倒是 我觉得倒是要 真的就整个社区 不过那是另外一块 就有因为喝酒 累饭再饭率非常的高 为什么他一饭再饭 他可能通常都有酒饮 或是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处理 再来就是同车的人 要不要供责 那现在 猪连罪 那就是说你已经知道 你旁边开车那个人 都已经酒驾了 你还跟他一起坐 那你如果要处罚的话 是行政法 罚还就好 还是到行责 日本是下落到行责 这就很重 大家能够 就是当然每个人这样 就要有非常高的意识 知道说 你今天如果跟一个喝酒的人 他开车 你跟他坐同台车 你就有行责 这是一件事 那日本的确是有看到一些效果 那在考虑 再来就是说 其他的包括 供酒的人 那因为像日本他其实 所以很多居酒屋的老板 都会很紧张 就是说他的客人 等一下怎么回家 因为他们连供酒的人 都要处罚 那非常的严格 那我们台湾 是不是有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其实这是可以考虑的 那当然如果你拒绝 酒厕零检 提高你的罚钱的金额 吊罩 车子也没收 这些我想都一定要一起做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有那个意识 就是说 劝酒这个文化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文化 我们要一起去改变 不要 真的不要只想说 单一的加重处罚 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比较容易 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的焦点很容易只落在 要加重处罚 可是有其他的事情 一定要一起做的 我认为 其实反而是优先 应该要开始做的 那其实我们的酒驾 在三次的修法 加重后 那个以及其他预防的这个措施 包括吊罩等等 我们酒驾死伤的人数 数字上是有下降 但是当然没有到 到完全的零 没有 那所以只要有存在 就会有人受伤害 所以我当然同意说 要更多的措施 那至于说后续的修法 会朝向什么方向的话 如果说有草案出来的话 我甚至觉得你还更可以 去发展各种代价产业 对 看看用什么 多么方便的方式 或酒精锁 你要发动引擎的时候 一定要先呼气 然后 政大县已经欧洲都有在做 就是说如果你超过的话 他就不让你开车 总之用种种预防的方式 来让这个数字更简低 肇事遗弃罪 这件事情有四个法院的法官 申请示线 请仔细的去帮我 为我们描述一下 我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罪 叫做你驾驶 动力交通工具 肇事 你肇事 然后自人死伤而逃逸 这就是肇事逃逸的话 那你就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这一条 后来其实有引发非常多的问题 我举一个案例 就是曾经有一位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法官 那他在开车的时候 有一个无照骑车的少年撞到他 那这个少年就跌倒 那这个法官当时其实没有特别的停下来 他就开走 那大概十分钟后 他觉得不太对劲 那他又折返 那折返的时候 他就跟警察自首说 他刚才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他回来 那后来 但是他就已经违反了所谓的肇事逃逸这条罪 那所以 但因为他有自首 所以他后来是缓刑 被判八个月缓刑两年 所以其实肇事这个两个字 不是说你有过失哦 你要是被撞 也是肇事 就无论你有没有过失 都是肇事 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叮咛说 反正你只要发生车祸 无论怎么样 一定要留在现场 你留在现场还不够 你不能只留在现场说 没事没事 那我走不行 你要报警 你还要叫救护车 因为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 如果你只留在现场 你没有帮忙救护 你也是逃逸 所以其实后来 实务的发展 已经让这一条非常的可怕 就是肇事跟逃逸这两个字 都包含了很多 不确定的状况 本来的肇事 是有主动跟被动 我是被肇事 我就不会是肇事 我们的想象 一般人在解读这个法条 我认为我会不会犯罪的时候 我一定想说我撞到人 然后我发现他受伤 我逃跑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那是不可以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被撞 然后你可能下来看看 没事就走 你还是会触犯这一条 所以导致非常多人 他可能也没有给法官太多 可以衡量这个情节的空间 然后都是有罪 而且有期徒刑 所以这些法官后来认为 就是很多法官 因为手边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 发现说 这样子适用法条下去 实在是有问题 所以就共同申请这个视线 那现在案件已经申请大法官解释中 所以之后看看大法官 对于这个法条的解读 有没有就是去理解说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 是不是一律都有成罪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再更清楚的区分这个案件的类型 那不过在大法官做解释出来之前 因为它还是一个现行有效的法律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 你只要发生就算小查状 也请你要下车确认 然后都有收证完 然后最好报警处理之后 真的避免 后续你就突然接到一个警察 请你去问案的通知 你又非常的焦虑等等 所以这些务必在现在的状况下都要做主 另外和最近华航机师罢工这件事情是有关的一个话题 罢工预告要法制化 什么叫罢工预告 好我说明一下 其实春节期间的这个这一次华航机师的罢工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一开始到现在 其实蛮多的抱怨就是说 怎么这么突然 然后让旅客措手不及 然后因为在这个事件上 它就是去发酵 那有时候就这件事情就会大过于大家去思索说 那整个从一开始到后来罢工的这个过程当中 的种种发生的这个过程 那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再多聊一下 这个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又有人说 台湾的罢工现在没有所谓的预告期 不合理然后应该要修法 那像罢工要有一个预告期的意思 就是说假设你要罢工了 你要提前跟全国的人民说明说 好我们从几号开始要罢工咯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会跟罢工的这个本质有一点冲突 因为罢工当然就是要对资方施压 那当然最好 当然他会希望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给资方一个压力 然后促成谈判 那所以当然预告期这件事 对于劳方这一边是很有疑虑的 其实整个在罢令修正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没有针对要不要将预告期入法 讨论 其实是很多的讨论 不过你要提到预告 预告的意思是说 我提前告诉你 你就有知道的义务了 我们一般说市民或者是民众 是有观众听众 总之作为媒体的视听的受众 我们是有知的权利 但我们没有知的义务 那你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个预告期 而且有一旦有预告了 那你就有义务知道 那这个才能成立 不然你说你有新闻 我没看 我没看新闻 那我的权益受到损失 就没有保障 所以其实好 应该要这么说 就是预告期这件事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让就像大哥所讲 其实它是让我们消费者 我们民众有一个准备 它其实并不在于让资方有准备 可是你就变成让消费者 不但有准备 有准备是说的正面 其实你是在规定我 规范我 一定要知道 对 就是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约束 说我那时候就不能怎么样 我万一不知道呢 我就是不知道 那那就跟没有预告期一样 你还是不知道啊 好你继续说 那所以 如果说我们预告期的目的 是让人民有准备的话 好我们回来看看 台湾现在为什么没有预告期 其实当初之所以 没有特别设这个预告期 是因为在现行的法令下 我们对罢工这个行为是限制重重的 第一个就是你罢工的事项是有限制 有些事情你是不能罢工 像这一次有包括薪资啊 然后那个以及疲劳航班飞行这个 它是属于罢工的范围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罢工的话 你工会还要先开一个会议 同意说好我们要罢工 那之后还要先经过数个月的 劳资争议调节 那你调节不成立 之后工会就说好 那真的不成立了 我们要罢工 那要过半数的工会会员同意 才能正式罢工 那这也正是为什么没有预告期 是因为我们台湾已经经过了 这四个关卡 那当然理论上说 这四个关卡大家会知道 不一定 也有人都不关心这些新闻 就不知道 但是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我讲的这一点 如果是跟水电瓦斯民生医疗 这些相关的行 特殊的行业要罢工的话 你劳方必须先跟资方 有达成一个协议是 必要服务条款 也就是说 我不能完全的提供零的服务 我一定还要给相当的服务 维持这些民生的必需 双方都有同意的才能罢工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2月14号星期四 祝天下有情人 情人节快乐 结果我们情人节在谈 都在谈这些沉重的话题 法律本来不是这样 你不要说 也许有些人 情人节最大的需求 就是多了解一些法律上的事情 来处理他的情人关系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陈宇凡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罢工 罢工预告法制化 最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小小结论就是说 当然你预告期的目的 就是让消费者有所准备 所以有预告期的国家 例如说日本什么 那他们主要就考量说 你不能突然没有水 没有电 没有人服务 这些民生有关的 可是在台湾如果是跟这些民生有关的行业要罢工的话 还有一个法定的要件是你必须跟资方达成一个服务的条款 就是说你要留多少人下来服务 你不能完全的零服务 没有提供服务 那如果说你连这个条款都达不成的协议的话 你也不能罢工 所以其实我们的法案 我们的法条的设计 他就已经不是说设计要来做有预告期 他是有相当的步骤来取代预告期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待这一次的罢工 倒也不能直接从 有没有预告期 有没有什么来看 其实真的要去比较详细的去看我们整个罢工的历程 他其实是有所限制以及取代这个预告期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说在这一次之后 大家要来讨论说要不要再去重新修正 这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我会认为说 大家要能够理解说 罢工的背后的意义就是施压脂肪 不过我看这里的争议 这一阵的争议 未来运输业者在重要的节日的罢工 可能会常常出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这是一个趋势 对民主国家 我们走向一个社会福利 因为你看欧洲都是这样 是 好的 接下来是朱年道 跟朱有关 砍掉朱法官 杀朱了呀 新的一年 然后因为立法院二月会期也即将开始 所以司法院也盘点了一下 他们比较重要的这个司法的政策 那几个已经通过的法律 包括我们都有谈过的大法庭 宪法诉讼法等等 就是会因为这个实施的日期之后 就是司法会有一些因应 那有什么是重要的法案是这个会期司法院立平想要通过的 就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司法院的看起来司法院的计划 第一个淘汰不适任法官检察官 这个评价 那当然这个就是人民一直都会很希望而且支持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民法官 这个我们其实也谈过很多次 就是司法院希望说这个会期 人民参与审判这个制度可以通过 那看起来假设真的这个会期顺利通过的话 我们大概会有两年的预备期间 之后人民就要走入法庭 就是来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 那所以这一次这个会期能不能过 那就是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说这个会期没有过的话 下个会期立法院是在审议算 很少能够通过大的法案 就会很困难 然后再来也因为要选举了 立法委员通通都去跑去拼选举 就会就很难再 反正又会延荡下来 对就会延荡下来 所以应该是在这个会期 对 怎么样去杀猪 就是淘汰不适任法官 对就是评价的那个 要有哪一些实际的做法 例如说我们会希望整个评价 要能够让当事人直接请求评价 那现在是不可以 现在你一定要去透过 律师公会民间团体 如果说你在开庭的时候 有遇到法官或检察官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能直接请求评价 那之后的修法就是 让你可以直接请求评价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评价委员会会不会官官相互 你看到不适任法官检察官 为什么都淘汰不了 所以这个评价委员会的组成 以往大部分都是法律背景的人 那要不要纳入更多的外部人士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性贫的事件 如果能够多纳入一些性贫的专家 然后具有性别意识的外部委员的话 他其实是有比较能够促成 就是这个淘汰的做成 再来就是淘汰的机制 不要再跌床嫁物 像我们举称宏兵法官为例 他是先历经了法官的评价 然后再送到监察院 监察院再送到职务法庭 那修法之后会希望他是 评价委员会后 就可以直接进入职务法庭 那你如果你要 或者多渠道的 那如果你要找监察院 监察院也可以直接送职务法庭 就多管道 不要再一关卡一关 因为有时候评价委员会认为有问题 监察院不一定认为有问题 就挡下来 像黄世民那个案例 就是评价委员会认为黄世民有泄密 但是监察院认为没有 但结果刑事判决是黄世民有罪 那又非常的奇怪 那人民就会说 那到底我们整个是怎么一回事 一下有一下没有 还有万一是对判决的结果 或者他预期的结果 以及从态度上显示 法官可能会有某一种判决 那么他就 他干脆就先 用运用申请评鉴 来作为反制法官 也有可能 所以像 这叫什么妨碍判决 阻挠判决 也没有因为现在 好这个我说明一下 不可能 因为法官法有要求 如果你是审判中的话 你不能直接请求评鉴 你要等这个案子都判决出来 不然的话 的确会有像这种所谓的干扰的行为产生 但是就有一个状况 就是像检察官在侦查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直接 就是你 他例如说检察官开庭的过程当中骂人 好那你没有请求评鉴 你要等这个案件结束 有时候就已经过了那个时效 时效是短的 就两年 所以这一次也把这个检察官评鉴的 跟法官检察官评鉴的这个时效 有再把它拉长 避免说我们现在不能提评鉴 结果未来要提也不能提 就把那个时间再延得更长一些 那所以整个 我会认为 就是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 评鉴的制度应该要优先修法 因为人民参与审判它又更大 它可能更困难 它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讨论 所以在 但是其实 因为过年期间又发生酒驾 然后之前有虐额 所以其实现在立法院要处理的事情 这两个就已经是立法院院长说要优先 那这个也都会进司法法治委员会 司法法治委员会这个会期要加油 因为会非常的忙 很多跟人民很在意的事情都会要成为优先的法案 是 最后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常常在媒体上听到的一个惯用语 流行语 侦查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 这个作业办法要修正 对 司法院有公告 就是要修正侦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 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谈很多了 那因为这个公告出来之后 其实就有蛮多的媒体朋友 他有一个担忧 就是说 如果侦查都不公开的话 以后我们要写什么 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忧 那我其实想要再多一点说明是 这个侦查不公开的对象 它是检警调 就是负责侦办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公务人员 他在侦查过程当中 如果他有泄露了侦查中的秘密的话 他就违反侦查不公开 那要有相应的处理 因为侦查的任意的公开 其实就会造成 像我们现在最担忧的就是舆论审判 有罪推定 那比较当然著名的案例 我们就像妈妈嘴那个事件 那个咖啡店的老板 所以侦查不公开 是在保障这个状况 是要让这个侦查的案件可以顺利进行 那当然你说媒体的报道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自媒体 大家的新闻来源 不一定是从检警调 可是如果检警调真的能够 真的去能够很妥善 很扎实的去做到 侦查不公开的话 你最起码不要让一些错误的消息流传 就是因为这个作业办法当中 他还有特别讲说 如果检方发现媒体报道是错误的话 他要主动出来澄清 那也要改变一些 像现在有些媒体 他甚至可以进到地检署 然后可能去翻翻检察官桌上的卷种 这些都是一定要禁止的 有的时候是故意留线给媒体看 不能进入啊 在警局也是 像这些都是应该要彻底的去禁止 那也禁止 也要避免说检察官警察 他们为了能够上版面办答案 然后去争计效 这些其实都跟未来的 我们所谓政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 如果说能够比较具体的去定的话 他其实会有一个帮助 而且尤其政查不公开的违反 他也会让公犯可能会有逃亡之鱼 他甚至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侦查的这个计划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一次一并处理的 他有迫切性 他有迫切性 因为政查不公开的 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媒体的发展 他很需要点阅率 所以一个刑事案件在案发 尤其是重大案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 媒体有一点新闻的线索 他可以拼揍出一个故事 但其实他可能当中有很多错误 而且是会误导这个民众 对于这个案件的观感 那他未来当这个法院的判决出来 这种民众反而会骂说 你这个法官是恐龙 所以其实政查不公开的影响 他不是只有前端 他其实会影响到人民 对这个司法的信赖 是 非常感谢民间司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陈宇凡律师 我们两周之后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